有印象嗎? 然後後面再加什麼? 週幾 週幾是什麼? 還有印象嗎? 沒有 請回頭 看一下那個 日期與時間函數裡面的 開頭部分 應該都有了 知道我在做什麼 其實只是把 你找到的日期 接近的 再改成制定 修改比如說斜線 你就把斜線delete掉 改成點 那如果說 你那個月份要 01 各位數要補0的話 就多一個m 然後日期也是一樣 補一個d 這樣就會出現什麼? 0101了 本來是斜線的 變成點 再來後面的話 瓜糊 要加一個週幾的話 就是AAA 那AA就是週幾的訊息 我怎麼會知道的? 其實 日期裡面就有了 在哪裡呢? 就西立裡面啊 週幾自訂一下 這邊不是AA嗎?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法 來自訂一下 那假如說我自訂完了 按一個確定 有一個 可是問題來了 我希望 可以 當我輸出一個格式的時候 輸出一個日期的時候 順便幫我放這個格式上去 就有點像按右鍵 出這個格式 的制定 可是問題來了 你變成最後還要再做一次啊 那有沒有方法跟 VBA做連結 比如說 輸出一個日期之後 自動幫我 把格式丟進來 這樣的話會更完美 以後的話 我只要做完一件事 然後我知道格式 自動幫我格式化成那個格式 那其實關鍵在這裡 第一個 這個應該沒問題 日期這個格式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VBA裡面怎麼表示 其實也是一個 Sales裡面的一個屬性 它其實就是一個Sales 制定後面裡面這個東西有沒有 你只要把這個東西 塞到Sales裡面的其中一個屬性 叫做Lumber Format Local的那個屬性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格式化了 所以我做一次給各位看喔 你做完之後把這個複製一下 取消 再來的話 我們把這些資料全部在清空 清空一下喔 然後呢 我只要在這一行的 記得是這一行的下面 輸出 輸出好日期之後 輸出好日期之後 打一個Sales 點 N N開頭 N就好 往下找 有沒有 這個Lumber Format Local 這個 這個屬性呢 等於 雙引號 移到中間 把剛剛你制定完的那個字串 貼上 記得喔 記得喔 最後呢 再把這個Sales後面補一個 上面的這個小瓜糊 這個後加啦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加了它 你點這個點啊 它不會提示你這一個 所以這個後加 後加沒差 反正就最後再加上 記得要加了 如果不加的話 它就全部幫你 所有的儲存格 都改成那個格式 好了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它的意思就是說 先輸出日期 再把格式加上去 就OK了 我們來試一下 直接執行 執行哪裡 執行上面這個 執行 好 有沒有看到 格式 因為 剛剛加了這個東西 加了這一段 之後有沒有 它就自動這樣 幫你把格式放上去 應該懂意思吧 所以這個很好用喔 以後呢 你只要哪個儲存格 你希望給它什麼格式 你就先制定一下 然後把制定完的東西 貼到這個後面來就可以了 貼到這個 然後記得哪個屬性 Lumber Format Locate 有時候記N就可以了 打個N 它就跳到那邊 你就選一下 因為這個很好用喔 以後的話 反正你原來已經有 設定好很多格式 那你就把它記下來就好了 以後就丟進去 就完成我們的需求了 這裡的話 額外補充 所以 這一行 這一行 它主要是改這個 等一下我會把 這一段 貼到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齁 這邊 城市嗎 欸 這邊這樣可以貼嗎 今天登錄有點怪怪的齁 就一直沒辦法貼上 把它貼到這個 好 沒關係你們先試試看 這個地方齁 這邊 好 畫面先換給各位齁 主要是把剛剛的格式 日起格 日起格式不是標準的 搞位表準喔 評好 請